好像到處都在放那個煙火 今天有特別的日子嗎 廟會 廟會喔 原來是廟會 我想說奇怪 怎麼剛剛有人碰碰碰是怎樣 不過我不知道耶 因為像我在聽音樂的時候 你看就是那個音樂 第一首非常非常優美 但是你配上那個煙火的聲音 其實有時候有一種不同的感受 是不是 很像你 是不是 你有沒有覺得像在過年的那種 那種什麼好像聖誕節的時候 然後過年 然後就是在聽這種這麼深沉 這麼令人陶醉的音樂 然後外面再放煙火 你們賺到了 真的是 不是什麼時候都有這種那個情境的 真的真的 然後我們的藝針真的是也 你看那鋼琴家的功力真的是不得了耶 他就完全沒有任何的 那種被撼動的感覺 這不是一天可以練成的 知道嗎 好接下來我們的曲目呢 也是拉奧曼尼諾夫的作品 是四首連韓的作品 第一首是船歌 其實船歌比較早的時候是 源自於義大利 但是很奇怪 他從義大利來 就是威尼斯那種地方 不是有那個 沉船 你知道威尼斯是水都嘛 那你看那個沉船 然後水那個 那個船夫就唱歌 可是船歌最主要是從其他國家的作曲家給他發揚出來的 你知道嗎 所以你看我們現在時候非常講求我們的那個本土的文化 就是在那個時候可能還沒有那個概念 但是在很多作曲家的作品裡面 比如說像是波蘭出生的那個肖邦 他有船歌 然後還有柴可夫斯基也是俄國人 他也有船歌 所以都在這個地方都有 那船歌你們想的大部分當然就是可能是 123456 123456 因為這樣聽起來比較能滑得起來 對不對 你看如果是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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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一個好像不怕 聽得懂意思嗎 所以他節奏就是有這樣的特色 第二首是波卡 波卡是捷克的一種舞曲 是男女隊 那在這一首裡面有藏一個小 小surprise 所以我要看大家 待會有沒有被騙 我暗示你們 我暗示你們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歡迎 我們的藝貞和我們的英慧一起出場 謝謝大家